广东的创世纪听过没?没听过没关系,台群金基总听过吧,很早就是国内高速降工机行业的龙头,放到以前,这个领域可是日本法大客和兄弟机的天下,把日本厂商挤出去之后,创世纪在3C金属降工这个细分领域,无论是机床性能还是出货量,都是毫无争议的国内第一,甚至还打入了苹果的供应链,目前在国内机床企业里的营收,能排在第一位,如此厉害的一家企业,今天必须要给大家细说一下了。 创世纪目前做的产品系列主要有,高速钻洗工牙加工中心,力士加工中心,龙门加工中心,玻璃金雕机,其中钻工机系列主要用于加工3C产品,比如说手机中矿和后盖,或者说信号机扇的滤波器,散热器,天线等设备,这种机床完全迎合了5G技术的发展需要,力士加工中心主要用于加工汽车,航空航天,医疗器械等大型设备的核心部件,龙门加工中心主要用于加工中大型复杂的部件和模具,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家的销量王,高速钻洗工牙加工中心,这个机床可通过一次装夹,完成洗,糖,钻,扩孔,公司等多道工序的批量化生产,具有高刚性,高精度加工,高效率等特点。 接下来我就拿国内外做钻工中心的主要企业,和创世纪做个简单啤酒,让大家看看创世纪的钻工机到底牛到什么程度了,提醒一下,创世纪旗下拥有台群和宇德两个品牌,我们先和进口品牌做一下对比,我找了四个机型, 日本法纳克的αD14MRA,日本兄弟机S500X2,台群的T500S,台群的T500C,从图表我们给您看出来,在工作台尺寸相近的情况下,台群机床与法纳克,兄弟机在精度上差距不大,但在价格上,台群要比法纳克,兄弟机的同型号便宜很多, 日本法纳克40万一台,兄弟机30多万一台,而台群只卖22万一台,有些朋友他不干这行,不知道里面的门道,跟着瞎起哄带节奏贬低国产品牌,但是作为从业者,我要说句良心话,国产品牌的性能,至少是超出你预期的,我承认目前国产机床,在持久度上不及日本法纳克和兄弟机,国产平均更贯周期在5年左右,日本机床一般在6-7年,但是客户买你机床的时候,追求的指标, 未必是持久度,大家可以算一下,按照更换周期谈销,台群新床,每年平均价格约为4万元,法纳克为6万元,假如比亚迪电子,现在需要采购上问台算公机,如果全部采购台群算公机,那么比亚迪每年,可以决成本超过2亿元, 2亿对代工这种低论率的企业是个什么概念,相信大家都懂,而且上面数据大家也看了,各项性能指标,丝毫不逊色于日本,完全够用, 而且日本那边售货服务效率很低,收费也很高,而台群那边的售货人员,直接24小时驻厂服务,最快10分钟内响应维修,我想应该没人会喷国产售货服务的效率吧, 我们再比较一下国内竞争对手的情况,我们就拿海天进攻的V180,润心科技的HS500T和台群的T500C,台群的T500S,做一下简单米角, 从图表可以看出来,创世纪,海天进攻,润心科技的算公增心,在精度,重复定位精度的指标上,没什么差距, 在主桌功率上,台群完全占优,加工稳定性更强,效率更高,有些人会觉得,就这破机子有什么好吹的,看着就没啥技术含量, 主要是吧,他们不知道这区床就用来加工什么的,我们用的5G核心部件,基站滤波器,是需要大量用到这个机床来加工的, 一部5G手机和一个5G基站,都需要上百个滤波器,所以你能说它不重要吗? 我们的5G基站滤波器,需要使用钻工机进行钻孔,工牙和洗销加工,对表面公差,光洁度,加工效率都要求非常的高, 滤波器的孔位非常多,有的孔位甚至高达300个,钻孔与公司,需要在多个面经过多道工序的加工, 重复装拆频率非常的高,占整个加工时间的三分之二,而且钻头和四醉非常容易断, 所以钻工机的生产效率,对整体加工效率影响极大,比如说滤波器有大量的钢性公司要求, 而钻工机主轴一发热,同时由于换刀频繁,所以对机床主轴的压速度,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, 而这也正是台群,能从众多品牌从脱颖而出的关键优势,说实话,我对台群机床的印象也不错, 我认为它机床的整体刚度高,整机震动效,而且你家机床换刀,只需要一秒钟, 所以整体加工效率,还是要比其他牌子要高, 所以大部分国内知名代工企业,喜欢用台群机床还是有道理的, 比如说富士康,比亚迪电子,零一制造,长一精密,中国中车,上汽通用,中华工业等, 其中比亚迪在2021年,开始用台群机床给苹果iPad代工, 长一精密也在2020年,开始给iPad外置键盘,Apple Watch提供结构组线, 而且更为惊人的是,2020年,创世纪的高速钻洗工牙加工中心, 出货量达到13510台,其他的竞争对手,只能仰天长叹啊, 虽然创世纪在专攻GISC信费领域,做到了全国第一, 但是,国内通用机床的发展现状,目前仍然是大而不强的竞争格局, 从产业链安全角度看,国产替代空间巨大,而创世纪营销能力强大, 有机会再通用机床领域,通过不断的打造爆款单品,取得更大的突破, 下期应用网友要求,我们开始讲工业软件系列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